佛有众生 虽种善根 做大福田 这个当中 大福田 就是知知佛 知佛名号 这一句 我们要特别留意 最大的福田 是念佛 因知名是 祝善众王 故俗众田 放得名为大福田 谢仪分别取向 亲知深重 故虽念佛 也不能出轮回 我在早年 遇到一位老同修 年岁比我大 大概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他大概差不多 也七十岁了 现在这个人 已经不在了 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住津美图书馆 过年来看我 告诉我 进攻法师 我念佛功夫不错了 我说难得了 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 只有一样放不下 我说哪一样啊 孙子放不下 亲知 他只要那个孙子放不下 你不要看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念几万声 阿弥陀佛 念头 头一个念头起来 就是孙子 他不是阿弥陀佛 他能不能往生的 不能往生 决定障碍 那不能往生 到哪里去 喜欢这个孙子 不会离开他了 将来孙子长大 结婚 可能他就做他儿子去了 世间人就是搞这些玩意儿 那么这个世间人的亲子 确实不容易放下 只要你有爱好的 你喜欢的 你常常想着他的 那就是你的麻烦 出家人也不例外 我在美国旧金山 遇到一位法师 这法师大概现在都不在了 连岁都比我大 那一生呢 最喜欢收集古董佛像 他有一个出厂室 打开的时候 全都是佛像 那个房间里面 确实古董 这是唐朝的 那是宋朝的 那是魏晋南北朝的 专门收集这个 他能往生呢 不能啊 那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 死了以后肯定 离不开这个房间 这房间有什么 有老鼠 有蟑螂 有蚂蚁 他就到这里脱胎了 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事情麻烦了 我那个时候 看到这个情况呢 我自己非常吃惊啊 那为什么呢 那我也有爱好啊 这不一样啊 我爱好是什么 经书啊 特别是宪装书 那些好的版本 那那爱这书的时候 死了以后 书里头又蛀虫啊 那就去投胎 搞这个去了 这越想越可怕 啊 所以我把我那些书 统统捐掉了 啊 多半的时候是送给我们 这个 福头教育基金会 让他翻盘 啊 统统把书印出来 原版呢 都留给他们了 还有一些 我印了之后 就送印刷厂了 啊 原本有印刷厂 有他们自己保存 为的是什么 怕后来有人印 他有底本 啊 我把这个也放弃了 一丝毫都不可以贪恋啊 啊 是喜欢 那个麻烦就来了 那往生就产生障碍了 样样都要是 啊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人 肯定得死 啊 没问题